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室 日前在吉隆坡登场 今年是文化部筹组 台湾出版业者第十二度参展 同时规划台湾馆 展出超过一千五百种 总计一万五千多册的图书 驻大马经文处代表洪惠珠表示 今年主题为文青制造 台湾出品 期望能够吸引大马读者欣赏 了解台湾文学及文化底蕴 东南亚是我们台湾 原创作品输出的重镇 尤其是马来西亚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 不但地理相近 另外在贸易投资观光教育 还有文化的交流 互动都非常密切 台湾馆今年和国立台湾文学馆合作 邀请文学馆馆长苏硕斌 及多位作家 与大马读者分享阅读经验 苏硕斌指出台湾文学底命深厚 每年出版四万种书籍 当中两万种是文学书籍 但却不畅销 台湾的文学书卖的并不好 但是卖的并不好的状况底下 还是有这么多的作家 前赴后级的在努力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彰显一种精神 也就是说台湾的文青们 他其实并不是因为要把他的作品卖成钱而创作 他有一种自台湾建立了我们的主体性以来 就一直想要努力的要跟这个环境对抗 跟这个环境取得一个发言悬说 台湾作家陈向明指出文青的概念是可以交流的 他踏入写作和出版的世界 是一位已故的马来西亚小说家启发了他 现在他也希望透过作品感染大马的读者